先拍影片 今天我們買了這個溫哥娃蟹 溫哥娃蟹這隻都是 沙蟹的 動的,不過就 不是不動的 因為被我們攪拌了一段時間 在外面都是單鉗的 市場價格 雙鉗是比較貴的 單鉗一般都是單鉗 所以可以做特價 這隻很貴是沙蟹 這隻可以的,但這隻很大隻 我打算做這個 潮汁動蟹術 最簡單的 不做那麼多起鑊 買些是甜的,因為新鮮 新鮮的最好就是 清淨或者八十 後期說的就是這些鮑魚 這些鮑魚,其實現在我們就冰了 那天買的已經冰了 是的,它冰了 那個壽司店 你買一份 他就生氣我 他說那隻要不要買魚頭 那我說 整條連骨 它是一份份賣的 那我幾次 五元 有魚頭有骨 OK 因為魚山的級數 做的三文魚頭 其實是新鮮很多 那我們就買一份 今晚打算做些三文魚頭 又買了些豆腐 又可以煮一個三文魚頭湯 OK 那看看今晚做什麼 那現在呢 我們先 先處理了一隻蟹鮮 那我們就跟它沖沖一下涼 沖沖了涼之後 就 小心啊 在這個時候 擦乾淨一點 是的 我試過被它掌中 很難攪 大家小心 沖完涼之後 就會直接 放在熱水裡浸 是 等著水滾 如果你的鍋子夠大夠深 藏到兩隻蟹的 你就一次做 如果不行的 就逐隻做 那我就 我煎 這隻蟹是動的 那 那 你如果兩隻一起放下去 恐怕它就會有一點 動動的時候 就很難攪 那我先放一隻下去 那它就會很快收縮 自己收縮了 收縮了之後 那你就方便再處理 收縮了之後 我就拿它出來 再放另一隻 它又收縮 而是者 兩隻都定型之後 就一路煮下去 我們的鍋子 只是剛剛夠浸過 那現在還在煮的期間 那我就留意著 那些水一再煮得緊要的時候 我就要關小火 那 我剛才想過 都是15分鐘已經夠了 就煮它15分鐘 煮了一輪之後 開始發覺 那些肚子 已經吐出來了 很快便會滾 這個時候 就要關小一點 如果不然 你很快就會 這些泡一氣形成之後 就很快會吐出來 那隻蟹煮好之後 我就沖一沖冷水 然後我就放在前面 去急凍它 因為它還有一些精氣滲出來 如果你放進雪櫃 雪櫃的滲透 然後把水櫃都收集完 之後 又會回到結冰 雪櫃很容易 就會被滾 融不切冰 那我就放在冬天 放在外面 好 看看什麼時候才試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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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